已开启副本 新潮理发厅 通关期限 时日 参与人数 四人 难易程度 三星 三星的副本 让江诺稍微放心了一些 只是不过片刻 理发厅的一个角落里 便传来的争吵声 啊 我的发型 我的发型全被你给毁了 退钱 给我退钱 你根本没有任何技术 你是一个失败的理发师 一个女人捂着被剪得参差不齐的短发 大声咆哮着 她身后的男人手持剪刀 面色阴沉的看着她 头发剪不好 是你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我是店里发型总监 不是失败的理发师 男人说道 然而女人根本不想要听任何解释 她甚至朝发型总监催了一口 又继续破口大骂着 发型总监缓缓举起剪刀 朝女人的脖梗突然刺去 骂声停止 女人的脑袋被一刀剪下 顺着满是头发的地面 滚到了对面 这样 安静了不少呢 发型总监手持满是鲜血的剪刀 笑着说道 理发厅里的人不少 但是女人的死亡并没有受到关注 面前的镜子里映出了三张 有些惊慌失措的脸 中间的女孩捂着嘴巴 似乎在避免自己发出尖叫 另外两个男人的脸色一不好看 放眼望去整个理发厅里 不正常的画面有太多太多 一名正在做头发的女人的脑袋 忽然的起火来 也开始尖叫起来 你也是参加者吧 我叫于全安 是参加者 一个男人见江诺正在打量着他们 于是主动打招呼道 江诺点头 是的 江诺 你们看那镜子上 女孩指着四人面前的一面镜子 里面出现了历史通关者的记录 完美通关只有两人 是叶凯安和苏曼雪 而优秀通关和普通通关 都已经各有八九人 看起来难度不大 另外一个男人说道 你们几个站在那里不工作 是想要受罚吗 一个爆炸头女人走了过来 表情严厉的斥责道 她的胸口上挂着工作牌 工作牌上的职位是店长 江诺发现自己胸前不知何时 也多了一个工作牌 职位是助理 店长 我们只是在商量那个东西怎么办 江诺指着地上掉落的脑袋说道 还能怎么办 你去给他接回去 让他给总监道歉 爆炸头指着看起来 最为害怕的那名女生说道 把头接上 林青雅的声音都在颤抖着 那颗头血淋淋的 看起来非常恐怖 当然 这是你们助理的工作内容 工作牌后面的内容 没有鼠背吗 爆炸头女店长睁大双眼 紧紧瞪着林青雅问道 工作牌后面的工作内容 江诺立刻翻开胸前的工作牌 发现后面果然印着助理工作规则 1.助理必须服从店长的工作安排 2.VIP房间只对女性顾客开放 3.请谨慎选择自己的顾客 避免自己的顾客 在理发厅里出现意外 4.短发顾客禁用吹风机 5.确保每位顾客都能正常付款 规则要求 助理必须服从店长的安排 林青雅也看到了工作牌后的规则 只能咬牙上前 捡起那颗仍然在低血的脑袋 女人被装上脑袋后 露出一副惊恐的表情 围在身上的白色理发围部 已经被鲜血染红 在总监的注视下 女人已经不敢再说任何反驳的话 请请你给总监道歉 林青雅还记得店长的话 装上脑袋 再要求受害者道歉 这么看似不合理的要求 短发女人却照做了 对不起 她小声说道 那么你对你的发型还算满意吗 手持剪刀的总监问道 短发女人连忙点头 随后扔下了一张名币 就跑出门外 干得不错 你很有优秀助理的前置 爆炸头女店长将四人带到了一旁 随后介绍了自己 今天是你们做助理的第一天 本店会根据你们的表现 评出优秀助理 只有优秀助理 才能获得在二楼 VIP房间服务的资格 所以请时刻记住 你们四个是竞争关系 爆炸头女店长名叫宋巧 面对几人的目光 她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 优秀助理有什么特别待遇吗 于全安问道 宋巧指着墙壁上的钟表道 当然有 普通助理 每天需要工作16个小时 优秀助理 每天只需要工作8个小时 说完 她还不忘记提醒道 对了 你们今天的工作时间 还剩下7个小时 现在已经是晚上7点钟 如果再工作7个小时 那么他们的下班时间 就是凌晨2点钟 姜诺突然觉得 这个三星副本 并不怎么友好 不过她还是对优秀助理 这件事持观望态度 至少在拿到优秀助理的 规则之前 不能随意选择 不过也有人显然 并不这么认为 邓浩然愈愈欲试 要怎样才能评得上优秀助理 工作16个小时时间太久 况且这里发厅里的 认为这么古怪 根本不适合长时间待在这里 想要凭上优秀助理 就必须接待更多的顾客 优秀助理 是根据顾客的数量决定的 宋巧放出话来 林青雅立刻问道 刚刚那位顾客 也算是我服务的吗 见宋巧微笑着点头 林青雅立刻得意了起来 她已经领先了其他三人了 而邓浩然 则露出了羡慕的神色 根据宋巧所说 理发厅助理的工作 其实就相当于接待员 只是他们需要全程接待 直到客人离开为止 别听她的 我看她分明就是想要挑拨离间 宋巧走后 于全安说道 不见得吧 我们需要足够的精力和时间 来寻找规则线索 工作16个小时 根本没有时间再去找线索 要不然你直接摆烂试试 把顾客都让给我 林青雅表示自己不会轻易上当 眼看玻璃门外 又走进来一个女人 林青雅眼疾手快地迎了上去 邓浩然也连忙站到了门口 只等下一位客人走进 于全安摇了摇头 这才注意到 一言不发的江诺正在看着什么 你在看什么 于全安问 江诺指着斜对面的几块镜子 镜子里没有人 于全安顺着所指的方向望去 眼神顿时变了 镜子前面明明坐着顾客 可镜子里却什么都没有 放眼望去 目光所及的那些镜子里 也只有两面镜子里 才映出了人脸 还真的没有 于全安顿时泛起一阵鸡皮疙瘩 一阵风铃声响起 门外又走进了一个男顾客 邓浩然也迎了上去 此时他与林青雅 均接待上了顾客 我们也过去吧 于全安用眼神示意 宋巧正在盯着他们二人 好 江诺和于安全 一左一右站到了门的两侧 他看下林青雅的方向 发现他正在为刚才那位女顾客洗头 而邓浩然正带着那名男顾客 一脸迷茫地站在一旁 我是七号发型师 只为女性顾客服务 一个发型师拒绝了男顾客的剪发要求 邓浩然一连问了几名理发师 却无一人愿意为男顾客剪发 我可以为男士剪发 方才的总监仍然拿着带鞋的剪刀 站在邓浩然身后突然说道 邓浩然被吓了一跳 连忙拒绝 请谨慎选择自己的顾客 避免自己的顾客在理发厅里出现意外 他有些后悔 自己怎么就选了个男顾客 规则提示不能让顾客发生意外 所以他不能让这个随便把人脑袋剪掉的总监 为自己的顾客剪头发 江诺和于全安都将这一幕看在了眼里 风铃声再次响起 走进来了一老一少两个人 我想给我爷爷剪头发 还有我自己的头发也该剪了 年轻小伙子的头发已经盖住了眼睛 那位爷爷也是满头长长的白发 江诺和于全安对视了一眼 两个人都要剪发 那么这就是两个顾客 江诺接待了白发老爷爷 见对方嘴唇干裂 他带着他坐在了一处空位上之后 又为那老爷爷端来了一杯水 只是空位前面的镜子里面 始终只有他一人的身影 江诺没有惊慌 开始为他寻找理发师 一把梳子掉在了地上 他剪了起来 发现梳子下面有一张规则 只有总监才能为男顾客剪头发 可以把梳子还给我吗 江诺抬头一看 发现面前的人正是发型总监 可以 江诺将梳子还给了他 总监点点头正欲离去 却被叫住了 总监 你可以为他剪发吗 理发厅里有几位总监 他不知道 他只看到邓浩然此刻 仍然没找到合适的理发师 那男顾客早已不耐烦地 拽住了他的衣领 将他重重地扔在了地上 可以 总监盯着江诺看了数秒 随后站到了那位老爷爷身后 开始快速地剪起了头发 于全安也有些着急 因为他问了好几个发型师 那些发型师都各有借口 江诺将那条规则递给了他 于全安看后面露震惊 但还是说服了年轻小伙子 在一旁稍作等待 不到十分钟 总监就已经剪好了头发 见没有意外发生 于全安才稍微放心地 将自己的顾客交给了总监 老爷爷需要等着自家孙子 因此江诺的服务并没有完成 邓浩然已经被他的顾客 揍到鼻青脸肿 放出了诡异球里的珊瑚 主人 珊瑚随时为你效劳 珊瑚额头上的白色王子若隐若现 江诺猜测他是在诡异球里憋久了 你在那边等着就行 如果我遇到危险 马上来救我 江诺指着不远处的几张长椅 不管自己会不会遇到危险 只要有契约诡异珊瑚在 他就会安心很多 好的 主人 理发厅里的人进进出出 一时没有人注意到珊瑚的出现 总监正慢条丝里地剪着头发 而老爷爷在等待自己孙子的时候 已经睡着了 江诺和于全安的服务都没有完成 于是两人决定先四处看看 有没有通关规则 于全安在水池旁边的抽屉里 找到了一张规则 夜晚零点至两点之间 不可以让顾客洗头 江诺在地上的一团头发里 也发现了规则 不要接待红色头发的顾客 如果顾客要求洗发 洗发室的实习小妹会很乐意帮忙 真是不知道 这个副本是让咱们干什么的 于全安看完了规则 一脸无奈地说道 他刚刚忍不住去帮了邓浩然 那男顾客这才收手 骂骂咧咧地坐在一旁等了起来 而林青雅也为女顾客洗好了头发 只是她的手已经被热水烫得红了起来 你们两个是专门看我们笑话的 当于全安将规则给了林青雅后 林青雅不惜反怒 明明已经有了关于洗发的规则 可江诺两人却不早点拿出来 只要再早两分钟让她看到 她的手就不至于被抗伤 我是好心 你不会真当我们是竞争关系吧 于全安有些无语 早知道如此 她就不贡献两人好不容易找到的规则了 不然呢 这规则恐怕你们早就找到了吧 林青雅丢下规则 头也不回地生气离开了 于全安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看来我们必须多找一些规则才行了 江诺说道 林青雅显然不是个好相处的 如果她找到了规则 很有可能不会跟他们共享 规则只出现一次 说我想的太天真了 抱歉用你的规则 于全安一脸歉意道 没关系 我都记下了 江诺并不在意 她有些在意理发厅四个角落里放置的头膜 那是理发厅常用的假人发型模特 只有头部 下面是支撑的铁架 远远望去 四个头膜犹如真人头颅 紧紧地盯着理发厅的每一个人 让人觉得诡异的是 他们全都没有头发 江诺走进其中一个 越发觉得这头膜无比逼真了 她刚想要触碰 身后却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不要乱摸店里的东西 宋巧面无表情地站在她的身后 江诺根本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知道了 店长 江诺发现珊瑚已经站了起来 似乎在担心她的安危 她用眼神示意她不用担心 珊瑚这才重新做了下去 宋巧这时已经回到了柜台前 江诺又回头看了一眼 这一眼让她的心不由提了起来 身后的头膜正挂着一丝笑容 明明刚才还不是这样的表情 可当她再次转身后 发现头膜的表情又恢复如初了 难道是她眼花了 这时不远处的于全安朝她挥了挥手 减发完毕 两人该付账了 确保每位顾客都能正常付款 规则提示付完款后才算是服务结束 一共是40人 于全安拿着账单对两人说道 这么贵 我们没有洗头 你们是不是算多了 年轻男人就没说道 没有多算 这是我们总监减发的价格 江诺走过来说道 我付 我付 谢谢姑娘刚才的水 这时 那老爷爷却颤颤巍巍的 从怀里掏出了名币并付了钱 于全安这才算是松了口气 又是一位客人进来 正到两人准备接待时 林青雅冲在了最前方 欢迎光临 请问您需要理发吗 林青雅笑咪咪的问道 她的上一位顾客还没有理完发 但是她想要抓住一切机会 早日成为优秀助理 顾客被自然而然地带走 于全安目瞪口呆 这时 又进来了一位妙龄少女 少女穿着短裤 一头黑色的头发 更衬得她皮肤白皙 于全安似乎有些害羞 最终是江诺接待了她 我要洗头发 少女说道 可以 请跟我来 江诺带着她走进洗发室 途中引来了不少人的目光 看来诡异也是看脸的 如果顾客要求洗发 洗发室的实习小妹会很乐意帮忙 洗发的地方 果然坐着几个洗头小妹 他们胸前还挂着实习的牌子 这位顾客需要洗头发 可以麻烦你吗 江诺对其中一人说道 当然可以 那个实习小妹站了起来 江诺看了看时间 现在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 夜晚零点至两点之间 不可以让顾客洗头 现在是可以为顾客洗头的时间 江诺没有离开 看着那实习小妹 开始为顾客清洗 只是当水冲洗到那少女的头皮上时 大量的黑发开始渐渐脱落 不一会儿 白色的池子里就飘满了黑发 可少女和那实习小妹 却浑然不觉得奇怪 可以帮我找一号发型师吗 我要找她买头发呢 少女躺在洗头床上 眼睛盯着江诺问道 可以 江诺在刚才就已经收集了 所有理发师的信息 新潮理发厅里 一共有七名理发师 一号发型师的位置 就在正门入口处 买头发 那可真不凑巧 被用光了 头发都没有了呢 一号发型师思考了片刻后说道 赵女士说她愿意出高架 江诺服务的顾客名叫赵思慧 她将赵思慧的原话又转述了一遍 谁说没有的 我们店当然还有 这时 宋桥走了过来 打断了一号发型师的话 原本样貌如妙龄少女的赵思慧 洗完头发后 头顶只剩下稀疏的几根短发 再无刚才的风采 江诺只当没有看见 带着她走到了一号发型师的位置上 我要最好的头发 她拉住身后的发型师 一脸急切 放心 你很快就能拥有一头漂亮的秀发 一号发型师俯身在少女肩膀后 轻声安慰着 宋桥拿来了一只黑色的盒子 盒子被打开 里面是一团深棕色假发 假发看起来无比逼真 就像是刚刚被剪下来的 赵思慧忍不住伸手抚摸上去 宋桥却端开了盒子 这次的发质不错 只是价格 价格不是问题 我只要最好的 赵思慧立刻说道 双方很快就定下了价格 一号发型师开始为赵思慧安装假发 江诺没有看错 那副假发是连着头皮 刚被放上赵思慧的头顶 头皮就被赵思慧的头顶吸收了 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 赵思慧就长出了一头茂密的漂亮棕发 他满意的对镜子露出了迷人的微笑 可镜子里根本没有倒映出他的脸 赵思慧很大方 临走的时候还不忘给了江诺小费 一百明币 这一幕被许多人都看到了 他们都露出了羡慕表情 江诺却转身 江小费给了刚才愿意配合他的洗头小妹 之后都要麻烦你了 江诺说道 不麻烦 这是我的工作 不过当明星就是好啊 他真有钱 洗头小妹连忙接下小费 并说道 赵女士是明星吗 江诺问 洗头小妹点了点头 当然 她是明星 会上电视 大概是因为收了小费 江诺问什么 洗头小妹就会回答什么 眼看洗发室里没有了客人 那洗头小妹突然凑到了江诺身旁道 你的头发很漂亮 晚上一定要绑起来 不要散着头发 江诺是一头柔顺的长发 她在副本里很少散着头发 于是点了点头道 我知道了 谢谢 赵思慧走后 理发厅的生意变得格外的冷清起来 直到凌晨两点 几人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才拿到了送巧发放的钥匙 他们被要求直接住在理发厅里 但却有个字的房间 就是二楼的VIP室 于全安这才注意到 一直跟在江诺后面的珊瑚 不过江诺却没有过多解释 直接拔出钥匙关上了房门 VIP房里弥漫着一丝腥味 只在最中央摆放着一张按摩床 除此之外 再无他物 有危险吗 江诺看了一周 并没有看出什么 而珊瑚却从按摩床下 搜出了一把剪刀和一柄斧头 这就是VIP室 江诺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珊瑚将剪刀和斧头 攒成了两只铁球 拿在手里把玩着 老规矩 我进去休息 你帮我看着 有事叫我 江诺打了个哈欠 明明没有客人 还要等在店里的感觉 实在是不怎么好 已经是深夜两点钟 可他还没有吃晚饭 不过他回到安全屋之后 第一件事 还是跑到了后院观察了一下 秦社里多了两枚鸡蛋 眼看一旁果树下的玉米 已经成熟了 江诺掰下了几只新鲜玉米 丢进了秦社 几只鸡鸭 立刻叫两着扑了上去 看着他们活泼的样子 江诺心情好了许多 鲜活的小生命 给寂静的小院 平添了几分浓趣 在这鬼诀多变的副本里 江诺不仅精神上得到了治愈 心理上也舒服了许多 吃了一份 异于消化的牛肉面后 江诺身上的信号器 震动了几下 是珊瑚在叫他 没有犹豫 江诺直接走出安全屋 并用意识将安全屋收了起来 怎么了 江诺问 珊瑚指着门口方向 跃跃欲试 有诡异在敲门 扣扣扣 珊瑚说完 门外又传来了敲门声 江诺没有拿到二楼的规则 所以保持了沉默 而且珊瑚都说了 那是诡异 他不打算开门 见门内没有反应 门外的诡异 似乎慢慢离开了 又过了一会儿 一阵剧烈的拍门声响起 江诺 快开门 我是林青雅 我屋里有东西 快开门 让我躲一躲 是林青雅 不对 林青雅和邓浩然 没有和他们一起上来 二楼有前后几十间 一模一样的房间 他怎么会知道 他住在这个房间 判断门外的人 也许并非是林青雅 江诺继续保持了沉默 救命 救命 谁来救救我 不要 不要啊 林青雅的叫声戛然而止 门外恢复了一片寂静 片刻后 头顶的天花板上传来一响 江诺往上看去 只见一只被动到发白的手 从天花板的缝隙里挤了出来 咔哒咔哒 天花板上的一个方形格子被打开 从下面看去里面是黑洞洞的 江诺早已经警惕地躲在了珊虎身后 他在心里默默数着数字 七秒钟后 一张惨白的脸从黑洞洞的洞口倒立着露出头来 只是那张脸在看到屋内的景象时 却露出了恶然的表情 正当那张脸想要逃离之际 江诺一声令下 抓住他 珊虎的身影如同离弦之剑 粗壮的手臂伸入天花板中 只片刻便将那东西脱了出来 是一个浑身发白 且瘦骨灵循的男人 男人没有头发 牙齿稀疏无比 浑身冒着寒气 放 我 走 男人冲着江诺说道 可确实用的林青雅的声音 刚刚敲门的人是你 江诺庆幸自己带上了珊虎 否则他定然捉不住这个怪人 是我敲的门 都怪你 为什么不给我开门 为什么不给我开门 男人刚想扑上来 就被珊虎捏着脸一头按在了地上 你又不是林青雅 我为什么要给你开门 江诺反问道 虽然刚刚敲门的力度不同 但节奏是一样的 对方第一次敲门后并没有离开 而是伪装成了林青雅 继续接着敲 目的就是为了进来 况且 就算是真的林青雅 他也不一定会开门 白天的于全安就是现成的例子 不料 那不成人样的怪人 却坚持自己 就是林青雅 我是林青雅 我就是林青雅 天王老子来了 我都是林青雅 杰杰杰 你想知道为什么吗 我就是不告诉你 男人见江诺看着他 露出了疑惑表情 于是得意地说道 你说是就是吧 我对林青雅没有兴趣 珊虎 想办法把他弄走 江诺打了个哈欠 一副兴趣区区的样子 他是真的困了 怪人露出了古怪表情 好的 主人 由于男怪人还不是真正的诡异 珊虎只好将他又塞回了天花板 并牢牢地关紧了头顶的每一块天花板 江诺看了看时间 马上就要凌晨三点钟了 他必须尽早休息才行了 新潮理发厅的第一晚 江诺在安全屋里睡足了五个小时 但第二天一早已经是精神头十足 理发厅为每一位员工都提供了自助早餐 不过当于全安看到锅里漂浮着的一根根长发时 就再也吃不下去了 只是他身上并没有携带食物 于是只能坐在餐桌前单瞪眼 你见到林青雅了吗 江诺将一根能量棒放在了于全安面前 于全安满脸惊诧 但还是说道 没有 我只见到了邓浩然 你找他做什么 没什么 昨晚半夜他敲门了 江诺也想知道于全安晚上有没有遇到什么 不过于全安却疑惑起来 难道是我太累了 睡得太死了 他回了房间便睡着了 一觉到天亮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新潮理发厅的用餐室就在洗发室的旁边 包括几个发型师也都是和他们一同用餐 江诺早在安全屋里就吃过了早餐 来到用餐室自然是想要寻找规则线索 我在拿盘子的时候找到了这个 于全安塞给了江诺一张规则纸条 纸条上是关于用餐的提示 可食用健康的外卖 饮水机的水可以饮用 但必须使用自己的杯子 员工在九点之前必须打卡签到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吃到外卖了 于全安有些期待规则里提到的外卖 早餐是肯定不能吃了 要不是江诺刚刚给的能量棒 他一个大男人恐怕要被饿晕了 江诺已经在安全屋吃过了早饭 两人想要趁你还未开工 仔细看一看这理发厅的各处 于全安这才问起了跟在江诺身后的珊瑚 放心 他是我的人 江诺只回答道 是奇有诡异吧 听说有钱人都爱用 他羡慕地说道 两人走进理发厅的时候 发现林青雅已经在理发厅的门口了 似乎是在等待顾客上门 宋巧进来时对他竖起了大拇指 林青雅显得更加有干劲了 江诺确定这是真正的林青雅 他眼中的势在必得和昨天的一模一样 那么昨天晚上遇到的那个怪人 到底为什么会说自己是林青雅 藏起心中的疑惑 江诺走到了角落里的棕色储物柜前 昨天他就注意到了这里 这里是给客人临时放置包包和行李的地方 其中一格明显是坏了 那所看起来是被撬坏的 江诺让珊瑚打开了那格坏掉的储物格 他惊喜地发现里面躺的一张规则 理发厅里有人失踪 给警察提供线索的人在撒谎 如果发现失踪线索 请联系以下报警电话 388 3439 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有人失踪的字样 江诺立刻联想到了昨天的那副假发 眼看快到九点钟 江诺去打卡机前为自己打了卡 他发现邓昊然蹲在打卡机后面 正露出痛苦的表情 胃病犯了 邓昊然仍然是那副鼻青脸肿的模样 由于不敢吃餐厅的早饭 所以才引发了胃病 他脸色煞白 额头上冒着虚汗 跟你说了冰箱里的东西能吃 谁叫你不去拿的 活该 打完卡的林青雅冷哼一声离开了 冰箱里的东西 江诺倒是没有看到哪里有冰箱 嗨嗨 冰箱在后厨 他找到了一条规则 邓昊然拿出手机 林青雅找到规则的时候 他也在旁边 手机照片里 只有一条关于冰箱的规则 冰箱里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那你怎么不吃 江诺问 冰箱里有头发 看着太恶心 邓昊然的脸色更白了 于是江诺拿出了一个能量棒递给了他 要是之后还有其他规则 我可以给你换吃的 真的 邓昊然一脸惊喜的看着江诺 当然我们找到的规则 也可以共享给你 多出去一个人 总是好的 江诺说道 每一个参加者 都有可能提供出意想不到的线索 我知道了 昨天是我太心急了 邓昊然撕开了能量棒 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 他答应了江诺 如果再有什么规则 一定会及时拿出来 江诺也拿出了自己收集到的规则 只是那些规则 邓昊然看完也是一头雾水 理发厅里上午的顾客很少 助理没有工作位置 就意味着可以四处走动 江诺发现 昨天看到的四个头膜都长出了头发 确切的说是多出了头发 每一个都左右70公分的长度 风铃声叮铃铃响起 林兴雅第一个赢了上去 只是看清来人后 他露出了失望的表情 来人是两名警察 是来调查最近的人口失踪案件的 宋巧露出惊讶的表情 似乎不明白 为什么会有警察找上门来 根据我们的调查 你们这里有一名叫做张滨海的员工 他已经失踪两个月了 其中一人说道 张滨海 他的确有两个月没来上班了 我们也联系不上他 以为他是自动离职了呢 宋巧回答道 我听说他是回北方老家了 四号发型师走过来说道 理发厅里有人失踪 给警察提供线索的人在撒谎 江诺注意到了四号发型师 那是一个脖梗上挂了一条大金链子 就连大拇指上 也带着纯金指环的中年男人 张滨海失踪了 张滨海又是谁 听完两位警察的问话 江诺这才知道 新潮理发厅里不仅只有七位发型师 张滨海就是八号发型师 可是他现在失踪了 两个多月下落不明 那么现在提供给警方线索的四号发型师 如果是在撒谎 他又为什么要撒谎 如果还有关于张滨海的任何线索 请及时联系我们 线索如果有用 我们会为提供者颁发热心市民的奖项 两位警察在离开之前 对理发厅里的众人说道 放心吧 如果有线索 我们一定会提供 宋巧笑着送走了两人 转脸之后 已是满脸的乌云密布的看着众人 他沉下声音说道 好好干活 不该插手的是不要管 那是自然 张滨海失踪了 和咱们没有任何关系 四号发型师附和着 其他人也都渐渐散了开来 江诺看到四号发型师和宋巧 单独说了些什么 随后两人都朝二楼走去 你说 咱们的通关 会不会和这张滨海有关系 于全安凑过来问 今天是第二天 他们仍然不知道 通关需要开启什么条件 有可能 但这里不合厂里的地方太多 我也不确定 江诺说道 不合厂里的地方 你都发现了什么 于全安还真没发现 什么不合理的地方 比如说 那个电视 江诺指着店铺里挂着的 那个电视机 今天早上 不知是谁打开了电视机 刚开始是一些广告 他看到了昨天的赵思慧 正在代言一款洗发水的广告 而此时的电视新闻标题则是 近日城内已失踪多名女性 呼吁广大女性朋友不要深夜外出 失踪的女性有一个共同特征 她们都是长发 其中一名女性 正是一头茂密的棕色头发 和赵思慧买的那束假发 看起来非常相似 所以你是怀疑 于全安看到江诺的眼神后 便住了嘴 他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江诺怀疑 这家理发店和那些失踪的女性有关 再看看吧 也许是我多虑了 毕竟警察来调查的失踪案 是关于张滨海的 接下来的时间里 直到中午都没有顾客上门 早上还热情满满的林青雅 等得非常不耐烦 而江诺注意到 周围四个头膜的头发 已经长置地面之上 可宋桥以及其他发型师们 似乎都没有在意 眼看时间已经接近中午一点钟 于全安终于等到了 规则里所说的外卖 四人每个人都被分到了一份外卖 当于全安打开外卖盒之后 眼中的期待化为了失望 饭盒里面只有白米饭而已 没有任何其他菜 大家不要客气 慢慢吃 吃完了好干活 宋桥说完 其他人都端起白米饭吃了起来 中午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江诺带着珊瑚回到了房间 他随手从安全屋里 选了一份顶宝的套餐 快速吃完 随后和珊瑚一起走出了房间 从走廊的开始走到尽头 一共有30间房 左右个15间房 从前一天晚上来看 那些发型师和洗头小妹 似乎也都住在这些房间里 咔哒 其中一间房门被打开 4号发型师从里面走了出来 他看到姜诺后有些惊讶 姜诺在路过他房间的时候 无意中发现正对门的 正是一台冰箱 直到房门被关 他还能闻到房间里 传出的莫名香味 你不在下面 来这里干什么 4号发型师表情有些不悦 中午休息时间 我早上忘了拿东西 姜诺说道 忘了拿东西 你是忘了什么东西 4号发型师 显然不太相信姜诺的话 工作牌 我的时间要到了呢 姜诺晃了晃手中的工作牌 那发型师背着手朝他走来 眼看离他越来越近了 他不想多生事端 所以选择了离开 203号室 是4号发型师的房间吗 不知道他有没有机会 进去探查一番 姜诺刚走到楼梯口 却遇到了一个 眼睛哭得红肿的女人 沿着楼梯走了上来 她的黑发长至腰间 看起来保养得非常健康 请问203室是在哪边 女人看到了姜诺 说话的语气中 还夹杂着鼻音 就在那里 你是来干什么的 趁着发型师还没有走过来 姜诺连忙问道 我 我是来 我是来赚钱的 我欠了贷款 女人的表情难堪 她还要说些什么 却被走来的4号发型师打断了 是王小姐吧 我就是陈先生 这边 4号发型师瞪了姜诺一眼 眼中满是警告的意味 姜诺假装没看见 顺着楼梯走了下去 如果刚才那王小姐说的是真的 那她说的赚钱又是什么意思 姜诺一走下来 便看到了于全安朝他招手 怎么了吗 姜诺问 你看那边 于全安用下巴指了指方向 姜诺这才看到 那个方向的位置上 坐着一位红头发的女人 林青雅正热情地服务着 两人交谈甚欢 规则提示 不要接待红色头发的顾客 你不是把规则给她看过 姜诺皱起眉头问 看过 但她坚信那是位黑头发的顾客 而且她问了宋桥 于全安无奈地说道 那女人的头发的确一半红色 一半黑色 只是确实上面红色 下面黑色 为了凭上优秀助理 林青雅已经不顾这些了 那就随她去吧 姜诺也表示 管不了别人的事 没多久 两人也各自接待黎明顾客 姜诺刚安排完实习小妹 为顾客洗完头发 却听到林青雅的方向 传来了惊呼声 为什么这么快 林青雅愣愣地看着女人的头发 那头发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长着 头发的颜色接近深红 女人也被这一幕吓到 你们对我的头发做什么 我什么也没有做 只是些护发精油而已 林青雅摇头说道 红发越长越长 甚至开始在地面上堆积 快快 谁来阻止这些头发 再长下去她会没命的 正准备为红发女人 做发型的三号发型师 连忙喊道 长头发会没命 姜诺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 当然会没命 头发吸收的是身体里的营养 如果营养一直被吸收 并且持续吸收的太多 你想想看会发生什么问题 发型总监似乎看出了姜诺的疑惑 在姜诺身旁说道 麻烦总监先为我的顾客理发吧 姜诺接待的依旧是名男顾客 只有总监才能为男顾客剪头发 看来我得快点了 不然就没时间了 总监熟练的操作起了剪刀 总监要外出吗 姜诺问 为什么他会说没时间 你注意脚下 待会儿就知道了 总监露出了一抹诡异笑容 姜诺很快就发现了异常 红发女人的头发依旧在长长 并且速度越来越快 地面上堆积的头发开始向四周蔓延 谁来帮帮我 谁来帮帮我别让她长了 红发女人哭着喊道 然而即便是发型师 用尖刀剪掉她的发型也无济于事 红发如同厚重的水流 剪不断 理还乱 她违反了规则 于全安说道 长出来的头发显而易见 这是红发女人的头发 如果那头发一直长下去 会怎么样了 邓浩然忍不住跑来问道 她怎么发现 其他发型师都在躲避那些头发 不知道 但我觉得我们最好不要碰到 姜诺说道 红发女人焦急的面容变得苍白起来 红问的脸庞已经不复存在 总监说的对 头发消耗身体的养分 那么如果头发一直长下去 将红发女人身体里的养分都吸收掉呢 会不会同样也会继续吸收 其他人的身体养分 姜诺不敢赌 于是在确定自己的顾客付款完成后 她站到了离二楼梯口最近的地方 该死的 你为什么要接待她 为什么要接待她 宋巧怒骂着 林青雅已经被吓哭 明明是你说可以接待 你最好把它尽快处理走 哦该死的 宋巧将一大团红发塞进了垃圾桶 红发落地后 看起来毛糙如干草 偏偏这暗红色的颜色 又像是血色一般 很快就蔓延到了整间理发厅 救我 救救我 红发女人有气无力地坐在椅子上 她的头发仍然在生长着 就算是林青雅手忙脚乱地 用手捂住她的脑袋 红发依旧能从她的指缝里钻出 可惜这头发发质太差了 没有顾客会想要这种头发 有发型师踩着地上的红发说道 半个小时后 红发已经铺满了整个理发厅 厚度达到半米之多 姜诺上二楼 她并不是第一个登上二楼的 就连实习小妹们也都站在二楼 看起了热闹 红发女人仿佛老了几十岁 此时已经面如枯稿 长长的头发就要吸干了她的身体 终于在十几分钟之后 红发女人变得犹如一具带皮骨架 渐渐的 女人已经没了呼吸 长发终于停止了生长 林青雅正准备去向宋巧道歉 一缕红发却缠上了她的手腕 啊 林青雅疼痛地甩开手腕上的红发 那些红发竟然想要在她的皮肤上扎根 可却怎么甩都甩不掉 用吹风机开到最热试一试 姜诺站在楼上喊道 林青雅顾不上太多 拿出吹风机对着手腕猛吹起来 速热的温度让她疼得流下眼泪 可她绝不允许这些头发长在她的身体上 否则她一定也会和那红发女人一样下场 好在吹风机的热度果然对那截红发有效果 几根烧焦的红发落了下来 林青雅丢下吹风机正欲跑上二楼 身后披散在的长发却被什么拽住 只见一缕又一缕的红发缠在了她身后的黑发上 红发速度太快 姜诺想要丢下去一把刀的功夫 林青雅就被那红发缠成人勇 救命 人勇里面发出闷叫声 于全安紧握着拳头 想要冲下去 却发现自己面对那些有生命的红发根本束手无策 姜诺忽然想起了十习小妹的忠告 要把头发绑起来 现在该怎么办啊 邓浩然一脸惧色 此时大多数人都站在楼梯或是二楼上面 总监回答道 等到没有养分了 这头发自然就会死了 没有养分了 那岂不是于全安表情复杂的看着那具人勇 果然没过多久后 那人勇看起来已经缩小了一圈 红发终于停止了生长 缠在人勇上的红发散开 露出了一具森森白骨 血肉都已经被吸干 而红发已经高达一米多 没有了养分的滋养 地上的红发开始迅速变得焦黑 直到整个理发厅的地面上 只剩下一片焦黑灰烬 真是麻烦 还要打扫卫生 你们几个助理 快点下去干活 宋巧露出了厌烦的表情 江诺走了下去 在林青雅的白骨手心中 发现了一小瓶精油 见没人注意到 他迅速藏起了那瓶精油 理发厅被清扫干净 紧接着又有顾客 开始陆陆续续地上门 各个发型师忙碌着 就仿佛刚才什么也没发生 江诺注意到 4号发型师一整日都没有出现 直到晚上零点左右 他才慢悠悠地从楼上走了下来 他的身后没有那个女人 也就是说从中午到现在 那名说要赚钱的女人 都没有从VIP房里再出来过 4号发型师 在店长宋巧耳边 说了几句话之后 宋巧也高兴地笑了起来 大概是因为心情好 宋巧提前便让三人下班了 江诺经过2030的时候 有衣服在门边 听了听里面的动静 可却什么声音都没有 和珊瑚回到房间后 江诺打开了那小瓶护发精油 香味顿时扑鼻而来 这个味道 江诺皱了重眉 他记得4号发型师 身上也有这种味道 还有203房间传出的 也是这个味道 难道红发女人之所以头发爆长 就是因为这个 只是他当然也知道 副本里的东西 不能随便吃随便食 就在他苦于无处尝试的时候 静悄悄地走廊上 又传来了敲门声 于全安 快开门 我是邓浩然 我屋里有东西 快开门 让我躲一躲 和前一天晚上一模一样的台词 只是换了称位 于全安的门外 前一夜的男怪人 还在敲着门 却听不远处传来了开门声音 前一夜 那叫江诺的可恶女人 出现在了门口 微笑地看着她问 要不要来这里坐坐 难怪人摇了摇头 正欲逃窜 却被和猫科动物一样 飞快的珊瑚 扑在了掌下 那个 还需要我帮忙吗 于全安打开了一条门缝 一脸小心地探究着外面的情况 他做了许久的心理建设 要不要开门 直到听到江诺的声音 和一阵男人的惨叫声 才忍不住打开了门 不过看起来 江诺带着的那只诡异 已经制服了那个东西 不用 是我找他有事而已 说完 江诺是一山虎 将那男怪人给提进了房间 找他有事 于全安嘴角抽了抽 男怪人长相可怖 多看一眼 都觉得会做噩梦的程度 不知道江诺一个女孩子家 找他有什么事 好奇心占了上风 于全安也跟了上去 山虎一只手 便将男怪人扔到了地上 江诺坐在一张凳子上 有种审问犯人的感觉 你为什么说你是邓浩然 江诺问 这个男人还会模仿女人的声音 说自己是林青雅 我是邓浩然 我就是邓浩然 天王老子来了 我都是邓浩然 结结结 你想知道为什么吗 我就是不告诉你 难怪人的回答 和前一天晚上一模一样 如果不是名字和场景变了 江诺都有种 自己又重复了一天的记事感 我有个朋友是心理医生 我觉得他现在有点像是 被人催眠了的反应 于全安摸着下巴 在一旁说道 你是说 有人让他这么说的 其实江诺也怀疑 这男怪人是受人指使 反正我见过被催眠的人 他们的行为单一 思想被固化 连自己都解释不上来原因 和他这种情况非常相似 于全安也不太确定道 现在不管他是谁 我只是想要用他试试这个 江诺拿出了一小瓶护发精油 你竟然能瞒过他们带回来 于全安有些惊喜 而难怪人在看到江诺手中的东西后 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他一次次地朝门边爬去 却又被珊瑚一次次地抓了回来 看来你认识这东西 江诺好奇道 放开我 放开我 我要回去 我要回去 难怪人眼中露出后悔的表情 他就不该来招惹这个女人 他简直太恐怖了 你要是说了 我自然会放你回去 否则就只能拿你做实验了 江诺打开精油 一箱顿时飘满房间 我说 我说 这个是生发剂 是生发剂 生发剂不是给我们用的 生发剂是给那些人用的 用多了 会死人的 难怪人指着精油 大声喊道 为什么理发厅要用这种生发剂 那些人指的是来店里的顾客吗 江诺继续问道 难怪人的眼珠上下翻动 他突然弓身朝上跳起 四肢紧紧扒在天花板之上 快速爬行着 哐当 天花板吊顶掉下来了一块 露出了黑洞洞的屋顶 难怪人飞快地钻了进去 很快没有了声响 不追上去吗 于全安焦急地问 眼看马上就要问出来了 江诺怎么让他逃了 不用 珊瑚会找到他的 你难道不好奇 他是从哪里来的吗 江诺问 于全安这才明白 江诺刚刚是故意放跑那怪人的 目的就是放长线 钓大鱼 这姑娘看起来年纪轻轻 属实沉稳啊 什么时候去也带上我 于全安其实还是有些担心 这姑娘会不会自己找线索 毕竟他现在文武兼备 早点睡吧 如果找到了时机 还需要你把风 江诺打了个哈欠道 行 把风也行 我最擅长把风了 那我就不耽误你休息了 女孩子还是要早一点休息的 于全安这才放心下来 高兴地离开了江诺的房间 新潮理发厅的第三天 江诺在为顾客取假发的时候 在假发盒子下面 找到了通关规则 手中的假发黑亮又柔顺 这长度让他想起 昨天在楼梯上见过的女人 那女人的长发 几乎和他手中的假发一样 普通通关 在新潮理发厅里待满十天 并成为优秀助理 优秀通关 查找张滨海失踪真相 完美通关 摧毁新潮理发厅 你还别说 这通关规则 看起来还挺激励人的 于全安看完规则后说道 特别是完美通关 他们仅仅是入职几天的小助理而已 要怎么摧毁这么大的理发厅 这是要咱砸了这里 要是可以 我真想把这给砸了 邓浩然站了大半日 腿都抹了 可今天中午 愣是没有任何午饭 砸了房子 可以再盖 这里的意思 应该是彻底摧毁 姜诺摇摇头道 这规则中的摧毁 是让他们摧毁理发店里的人合适 亦或者是摧毁这里的阴谋 并将它公之于众 不得不说还是有点难度的 要不咱们选择张滨海这条线 于全安思考了片刻 觉得三条通关规则中 优秀通关事上上选 我让你们多留意四号发型师的事 有什么进展吗 江诺问 邓浩然有些不确定的说道 他叫金红才 我只听说他来自于农村 家境并不富裕 前阵子不知道什么原因 发了一笔横才 就连宋巧都看上了他 还说之后会把他提拔为总监呢 江诺仔细斟酌着邓浩然的话 发了笔横才 被宋巧看上 提升为总监 这些都是不合理之处 他的剪发技术可不怎么好 要我看 是最忙的 而四号发型师则经常不在座位上 有时候甚至半天都不见人影 可宋巧并没有催他干活 于全安怀疑两个人是真好上了 继续盯着 作为报酬 江诺分别给了两人一些食物和水 只是三人很快就忙碌了起来 理发厅的生意似乎越来越好了 三人一整个晚上都没有寻找线索的机会 我是看团购过来的 给我来一套洗剪吹 风铃声响动 一个约莫三十多岁的男人走进来说道 江诺看了看时间 现在已经是凌晨零点三十分 夜晚零点至两点之间 不可以让顾客洗头 他们不能让顾客在这个时间洗头发 为什么不能洗头发呢 真的不能洗头发吗 可是我的头发 好脏啊 男人用满是泥灰的指甲 挠着头上的乱发 江诺甚至能看到 从他的头发上跳下来的棕色小虫子 那分明是跳蚤 如果方便 你可以明天白天再来 江诺说道 男人摇了摇头 又从头上晃掉了十几只小虫 不行 不行啊 我太痒了 真的太痒了 大块大块的头皮屑被他抠了下来 于全安只觉自己的鸡皮疙瘩都要掉了一地 这是什么极品 如果你让我给他剪头发 我会把他的头剪掉 再扔进不可回收垃圾桶 总监路过江诺身边 又倒了回来警告道 江诺丝毫没有怀疑总监的话 请谨慎选择自己的顾客 避免自己的顾客在理发厅里出现意外 只有总监才能为男顾客剪头发 这顾客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待了 于是他拿出了一张明币 对那男人道 很抱歉 那么痒了呢 明币的确是个好东西 男人贪婪的嗅着明币的味道 他悠悠转过身去 你说的对 我应该先回去 这么晚 这么晚了 男人走后 理发厅的空气都顿时清新了不少 只是还未过多久 周围突然漆黑一片 停电了 黑暗中有人说到 江诺的眼睛一时没有办法适应黑暗 原本嘈杂的理发厅仿佛在一瞬间变得安静下来 只有周围镜子里反射出的寒光 你们都还在吗 江诺的话是问向于全安和邓浩然的 他记得刚才在停电前 两人就在他身旁不远处 在的 怎么会突然停电了 我记得那边有手电筒 你跟我一起去拿吧 于全安的声音从左侧传来 是啊 跟他去拿吧 我也什么都看不见了 右边的邓浩然也说道 好啊 江诺已经意识到了不对劲 刚才于全安的确站在他的左边 邓浩然也站在他的右后方 现在他已经转过身来 两人的位置也应该变化才对 可他们的方位完全没有改变 这两个和他说话的人 是其他东西 你跟我来 我这就带你去 于全安笑了一声 一只毛茸茸 但却甘硬无比的手抓住了他 并大力的将他朝某个方向拉去 离开门口之后 江诺听到身后的风铃声响了一下 刚刚似乎有什么东西出去了 江诺被那团毛茸茸的手拉着 越往前走他就越觉得不对劲 此时就连脚下就变得柔软起来 像是踩上什么东西 珊瑚 江诺轻声呼唤 黑暗中瞬间多出了一道白色的王字 那是珊瑚额头上的印记 主人 珊瑚很快就来到了他的身旁 那团毛茸茸的手像是受到了什么惊吓 立刻缩回了黑暗中 带我去找开关 江诺说道 他有手电 但是他不准备打开 谁知道他会照到黑暗中的什么东西 要尽快打开理发厅的电源开关才行 好的 主人 珊瑚不受黑暗的影响 很快带着江诺来到了理发厅的总开关前 啪哒 理发厅里的灯光重新恢复了亮光 眼前的荧幕让江诺皱起眉头 一身被缠满了黑发 黑发来自于右边角落的铜膜 在灯光亮起后 那些黑发嗖的一声退了回去 而邓昊然则更离谱 他正赤裸着上半身 与另外一个只有头部的铜膜亲吻着 黑发凝成手掌形状 在他的背后留下了两个黑色手印 江诺直接端起了一杯凉水泼了过去 咦 怎么不继续了 邓昊然迷茫着双眼 脸上还有不正常的潮红 当看清站在自己面前的是江诺 而他还怀抱着一颗脑袋时 他大声尖叫着两手缩在了胸前 他刚刚都干了什么 他是在和那个圣人的头膜在 真是不中用 停个电就吓成了这样 要不我送你们去医院吧 宋巧满脸则怪的走了过来 不用了 他们没什么大事 下班后休息一下就好了 江诺拒绝道 谁知道宋巧会把他们送到医院 还是太平间 那好吧 宋巧失望的离开了 眼看已经到了下班时间 江诺让还算清醒的邓昊然 背上了于全安 于全安 于全安是谁 哦对 我应该听你的话 你让我背 我就得背上 邓昊然显然也已经不太正常了 你运气不错 熬过了停电 在路过总监位置的时候 江诺听到他这么说道 我运气一向很好 江诺不知道总监为什么向他说这些 但还是回答道 在邓昊然将昏迷的于全安背回房间后 他只觉一阵眩晕 也晕了过去 而于全安正满头大汗的手脚乱踢着 像是在睡梦中与谁搏斗着 两人都受到了黑暗中的精神污染 江诺让珊瑚将两人扔进了安全屋 随后打开了管理面板 这才将他们弹出了安全屋 第二天早上 两人再见到江诺 都是一副感激不尽的模样 他们睡了一整夜 都已经神清气爽 也想起来了 昨天晚上停电那回事 昨天停电 我看到我女朋友来接我了 所以我才 我真的不是什么变态啊 邓昊然解释道 江诺点点头 又问向于全安 那么你呢 于全安愣住 我 我好像被带到了一个没见过的地方 里面有几道黑影攻击我 还有人喊了什么 于全安觉得那段梦境很真实 就像是自己真的去过那里一样 喊了什么 江诺又问 喊了什么 于全安细细回忆 片刻后 他睁大眼睛道 我听到一个男人 喊金红才的名字了 他让金红才 不要抢他的彩礼钱 金红才 正是四号发行师的名字 于全安说完 三人都沉默了 怪不得他们说金红才发了一笔横才 莫非是他抢来的 邓昊然也不知道 于全安这梦到底靠不靠谱 昨天晚上 于全安没有离开过理发厅才对 喊他的 有可能是张滨海 江诺说道 为什么 两人齐齐看向江诺 张滨海原本就已经打算 在两个月前举办婚礼 这是别人告诉我的 江诺回答道 这些都是他与那喜头小妹闲聊的时候都知道 于全安一提起彩礼钱 他便想到了这一层 谋财害命 难道张滨海已经被杀了 邓昊然连忙看向四周 明明现在走廊上没有什么人 可他总有一种被人盯着的感觉 如果真是这样 我们必须要找出相关的线索和证据才行 否则就无法满足规则条件 江诺提醒道 优秀通关 查找张滨海失踪真相 真相真的如他们猜测那般吗 江诺不确定 今天已经是第四天 如果不是安全屋 想必于全安和邓昊然 也已经被污染得一塌糊涂了 现在林青雅已死 助理就只剩下了他们三人 少了一个人 工作量明显多了一些 倘若于全安和邓昊然在出事 那么就只剩下他一个助理 工作量会大到他分身乏数 更别提去寻找规则线索 所以这个副本越是往后就越危险 这一日上午 一名男顾客进来之后便直奔江诺 你还记得我吗 昨天晚上多亏你拒绝了我 眼前穿着白色衬衫的干净男人 一脸感激 让江诺疑惑了片刻 不过他很快便想起来了他是谁 你是昨天晚上零点后来的那位顾客 江诺见对方点头 越发觉得不可思议了 原本是邋遢流浪汉 却在一夜之间 变成了干干净净的知识分子模样 而且他为什么要说 多亏他拒绝了他 要不是因为我太脏 就不会被一家去乌粉公司的人看中 我参加了他们的深夜直播 让去乌粉爆卖了一百万单 现在我已经是直播间的主播了 男人一脸兴奋的解释道 那真是恭喜你了 江诺听后大为震惊 但却是真心恭喜他的 我来是给你送去乌粉的 你真是我人生中的大贵人 小小礼物 不成敬意 男人递来了一个手提袋 里面正是两盒去乌粉 里面还有两页广告宣传单 江诺原本想要推脱 但待男人赛给他之后就跑出了店外 玻璃门外 男人笑着对他挥了挥手 很快便消失不见 还挺新鲜意识 长这么大第一次听说 于全安虽不理解 但也很受震撼 他倒是有些羡慕刚刚的男人了 听说做主播能赚不少钱 去乌粉不能放在店里 我劝你最好收起来 宋巧也看到了这一幕 沉着脸不客气的说道 为什么 于全安不明所以的问 然而当他看到宋巧那双 透着寒意的眼睛时 还是没敢再继续问下去 我会放起来 不在店里使用的 江诺说道 你最好是 宋巧看了江诺一眼 店里的生意很快就忙碌了起来 来更换头发的顾客也越来越多 理发厅里总能提供出合适的假发 每一副假发都能赚取一笔不小的金额 宋巧数钱数的合不拢嘴 因为太过忙碌 邓浩然被他拉到了收银台 做临时收银员 邓浩然在抽屉里发现了一张证件 证件上是诡异文字 因为看不懂 于是他趁着宋巧不注意 偷偷将那证件藏进了口袋 辛苦了 这是饮水机里面的水 放心喝 宋巧为邓浩然端来了一杯水 现在已经是中午休息时分 谢谢 邓浩然刚想接过 那杯水却被一把梳子砸翻在地 不好意思 手滑了 江诺在一旁抱歉地说道 你总是这么冒冒失失 我看你永远也平不上优秀助理 宋巧生气地捡起杯子离开了 江诺耸了耸肩 他可没打算当什么优秀助理 兄弟 刚刚人家救了你 你还不快谢谢人家 于全安凑过来说道 饮水机的水可以饮用 但必须使用自己的杯子 邓浩然好像忘记了这条规则 我一时给忘了 邓浩然的冷汗都出来了 他刚刚差点就直接喝了 没关系 举手之劳 我先上去一趟 江诺提着去乌粉 他打算把这个先放一放 去乌粉里面的两张宣传单 早已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两张宣传单上 有一大部分都是去乌粉的广告 但也集起了一些小广告 其中一条广告是有关于头发的 高薪女性兼职 捐赠头发 日入十大半流起 这广告 怎么和他以前在厕所看到的 违法小广告有得一拼 况且这条广告的署名是陈先生 前天他在楼梯上遇到的女人 在见到四号发型师金洪才后 也称他为陈先生 这也许就是新潮理发厅发布的广告 可金洪才为什么要匿名发布广告 而且这日入十大半流起的捐赠头发 又是怎么一回事 江诺看完了其他小广告 没有再发现什么线索了 而这时 他收到了于全案发来的信息 有个顾客要做头发 我给他推荐了四号 做头发至少要两小时 江诺看后眼神一亮 机会这不就来了 珊瑚 我们该行动了 江诺说道 是 主人 珊瑚按照江诺的命令 打开了头顶天花板上的格子 江诺踩在珊瑚身上爬了上去 格层里面漆黑一片 江诺打开了手垫朝一个方向爬去 珊瑚的身躯比较庞大 不过此时的他已经将自己缩小了数倍 仍然紧跟在江诺身后 主人 那怪人的气味就是在这里消失的 当江诺停下来之后 珊瑚指着一个地方说道 果然是2030 江诺悄悄掀开了一条缝 发现2030内并没有人 这正是他寻找线索的好时机 一人一鬼 悄无声息的来到了2030 江诺一阵翻找 最后将目光定格在了那台冰箱之上 冰箱里往往有一想不到的收获 这是林青雅找到的规则 江诺打开了那扇双开门冰箱 发现这里面竟然是一个细长的通道 冰箱里面还有一番天地 眼看还有时间 再加上有珊瑚跟着 江诺直接走进了通道里面 通道尽头有一张板凳 板凳上放着一瓶精油 江诺伸出手 想要拿起那精油确认 但最终还是收回了手 仔细看去 精油下面压制着一个按钮 如果他拿起精油 也许会触碰到什么机关 周围的空气里满是精油的香味 连着冰箱门的通道尽头 仍然还有一条需要右转的直线通道 通道两边的墙壁都是纯白色 在并不怎么明亮的冷光灯下 显得阴冷暗淡 墙壁上和地面上皆空无一物 江诺右转走去 再次走到了尽头 映入眼帘的仍然是一条需要左转的通道 就这样走了大约十几分钟 江诺才意识到了不对劲 这里分明是一座迷宫 理发厅里为什么会有迷宫 周围安静无比 珊瑚走路没有声音 只剩下江诺一人的脚步声 江诺看了看时间 马上就要到中午休息结束的时间了 于全安也发了消息 问他现在的情况 为了不被人发现什么 江诺便打算原路返回 只是他走了又走 发现自己根本找不到原来的路 更别提找到那冰箱门的入口 珊瑚 你能找到出去的路吗 江诺问 珊瑚摇了摇头 这里味道很浓烈 我分辨不出 江诺点点头 看来靠珊瑚找路是不太可能了 他冷静下来 给于全安发去了一条消息 我暂时出不去了 理发厅里没有规则规定 下午上班需要打卡 唯一的上班时间规定是 每天上午九点前需要打卡 员工在九点之前必须打卡签到 他需要在第二天九点之前 从这里出去并打卡 就不算违反规则 于全安 你要小心啊 我先帮你和宋桥请假 就说你不舒服 江诺 好 麻烦你了 他和于全安之间能收到消息 这就说明他还在这个副本之中 此刻 江诺反而不着急了 他敲了敲墙壁 发现两边都是货真价实的墙壁 如果他没有记错 这里是他刚刚走过的路 江诺从安全屋里拿出指南针 指南针可以正常使用 虽然他并不知道理发厅里的东西南北 但至少现在他有了固定的方向 顺着通道继续走下去 珊瑚去叫住了他 主人 前面有人 有人 不是诡异 而是人 江诺反倒是好奇起来 按照珊瑚所说 那人正在逐渐接近他们 虽有珊瑚在 江诺还是拿出了一把匕首作为防身 脚步声越来越近 当江诺看清楚来人后 也露出了疑惑表情 对面的人是邓昊然 邓昊然正痛哭流涕着 当他看到江诺和珊瑚后 先是吓了一跳 随后是满脸惊喜 原来你在这里 邓昊然朝江诺跑来 不过却被珊瑚挡在了面前 你是怎么进来的 江诺保持怀疑态度 眼前的邓昊然是真是假 还不确定 邓昊然露出了难过的表情 我偷拿东西被发现了 宋巧把我带到二楼 让我好好反省反省 我推开那家门之后就来到了这里 我还以为我死定了 你偷拿了什么东西 江诺问 难道邓昊然拿了不该拿的东西 是一张证件 我原本打算给你和鱼哥的 结果被他收走了 还好我事先拍过照片了 邓昊然拿出手机递给了江诺 江诺看了看照片 又看了看一脸好奇的邓昊然 心下也有了判断 这是真的邓昊然 照片里的确是一张证件 证件上贴着证件照 照片里的女人 黑发柔顺的披在肩膀之上 就连神情也是无比温柔 可江诺还是能看得出来 这人正是宋巧 这是一张心理咨询师的证件 宋巧正是二级心理咨询师 这是宋巧的东西 江诺说道 我知道 看起来这东西也没什么用 咱们现在该怎么出去啊 邓昊然把希望寄托在江诺身上 不过他很快就失望了 我也不知道 江诺摇了摇头 他还没有弄清楚 这个迷宫的大致布局 那可怎么办 咱们不会一直被困在这里吧 邓昊然脸色难看的说道 不会 目前看来这里只是一个单通道迷宫 只要弄清楚大致规律 也许并不难 江诺右手扶着墙壁 继续往前走着 邓昊然被带到了 二楼后的一个房间后 来到了这里 就说明 这个迷宫的出口并不只有一个 单通道迷宫又是什么 单通道迷宫的规律固定 可以使用右手法则 在确定方向后 只需要保持 右手贴着迷宫右侧墙壁 沿着墙壁走不转弯 就一定不会迷路了 江诺说着 两人的面前出现了一条岔路 那现在呢 邓昊然又问 他们现在应该往左还是往右 往右 江诺没有犹豫 选择了右手边的路径 这也是右手法则中的特定规律 手中的指南针方向固定 江诺确定自己是一直往一个方向走的 并且没有再走重复路线 两人不知走了多久 终于看到了前方尽头有一扇门 找到了 邓昊然露出惊喜神色 那扇门同样也是白色 要不是古铜色的门把手 和门上挂着的一只挂钟 他们很难一眼就看出来 那里还欠了一道门 不过江诺却没有立即上前 他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太对劲 别看挂钟 江诺说完才发现 邓昊然已经目光发直 去开门 去开门 我要去开门 邓昊然一脸木然的朝前方走去 珊瑚 先拦住他 江诺有些头疼 宋巧是心理咨询师 那只挂钟应该是宋巧的催眠工具 既然宋巧引导着想让他们 在无意识的情况下 推开那扇门 那扇门内就一定藏意着危险 况且按照方向来看 那扇门是在他左手边方向的门 他们不能开门 现在的他们并没有找到出口 而是还要继续向前走 从进入2030开始 时间已经过去了三个小时 江诺打算停下来休息一会儿 身为人类的邓昊然 挂在珊瑚尖头 珊瑚额头的王子亮了又亮 这是馋了 放下它吧 这个给你 第一喜欢的人丹 好的主人 珊瑚不是第一次吃人丹 因此并没有像和将军那样 连瓶子一桶嚼了 而是倒进了口中 细细品味着 江诺拿出了一瓶水 倒在了邓昊然的脸上 随后在他耳边打了一个响指 被水淋过的邓昊然 这才渐渐露出了迷茫表情 我刚刚又被污染了 这已经是江诺第二次用水拖醒他了 你被催眠了 江诺将刚刚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 男儿有泪不清谈 可邓昊然心中已经泪流满面 江诺这是又救了他一次命啊 你明明是个女孩子 还要保护我这个大男人 邓昊然无比羞愧地说道 知道就好 江诺淡淡地看了邓昊然一眼 邓昊然更加羞愧了 却只听江诺诱道 你要是不学会好好保护自己 这条命迟早得丢 邓昊然不算是什么坏人 但却太莽撞 看见什么就要往前冲 照这样下去早晚都得已死 保护自己吗 邓昊然认真听着江诺的话 从来没有人对他说过这些 跌跌撞撞地闯过两三次副本 他的确只会乱冲乱撞 或者是模仿别人而已 毕竟在他以前的人生阅历里 是没有学习过保护自己这一项的 然而江诺却没有再理会他 因为两人都听到了一只女人的尖叫声 声音离他们并不远 江诺快速朝声音的方向走去 刚刚叫声过于凄厉 邓昊然也连忙跟上 自从体力值上升之后 江诺发现自己的无感也更加敏锐了 他凭借方才的音感 很快就来到了一个岔路口处 这个岔路口竟然是十字路口 上下左右都有细长的走廊连通着 我们该往哪走 邓昊然习惯性地问 仿佛江诺就是他的主心骨 哪都不去了 江诺确定 刚刚发出声音的地方就在这附近 空气中的香味越发浓烈了 珊瑚吸了吸鼻子 停在了一处白墙旁边 主人 这里的味道最重 虽然香味让他嗅不出来破绽 但是浓烈与否 还是能分辨得出来的 江诺伸手敲了敲那束墙壁 发现唯有这面墙的确是中空的 想办法弄开这里 江诺吩咐道 没有钥匙孔 也没有任何机关 他不介意珊瑚用暴力破坏掉这里 可是那样的话 他们会不会就发现咱们俩出去了呀 邓昊然担心声音太大会引来送巧他们 你觉得这里会是出口 不是地 这里根本不会是出口 江诺指着墙壁说道 还不是出口 那是什么 邓昊然吃了一惊 他以为找了这么久 终于找到了出口 我也不知道 但等一下就知道了 江诺说完 山虎一脚踹到了墙上 咔嚓 一道深色裂缝出现 咔嚓 咔嚓 山虎三两下就将整面墙踹出了一个大洞 粉尘缭绕之中 两人看到了墙内的景象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张黑色靠椅 每一张靠椅都有两米多高 而高高的靠背后都垂下了长长的头发 顺着头发往上望去 邓昊然只觉毛骨悚然 每一个靠椅上都坐着一个人 从下往上看的角度望去 有些人的小腿以下已经白骨化 更多的是骨瘦如柴的悬挂在半空中 这是 这是什么情况 上面的那些都是人 邓昊然忍不住问 很明显似的 在这纯白的房间内 江诺还发现了几只可推拉的大型垃圾桶 珊瑚 打开看看 江诺指着其中一只说道 珊瑚点了点头 就在他打开了那只垃圾桶盖后 一只只剩下皮包骨头的利爪 突然出现在了垃圾桶边缘 利爪的颜色如僵尸一般呈现出深紫色 手腕上还挂着一个圆形标识牌 标识牌上写着数字13 随后 一个没有头皮的皮包骨架 缓缓从垃圾桶中站了起来 那是一张双颊凹陷的脸 其实和白骨已经没有差别 皮包骨架张着黑洞洞的大口 朝江诺伸出了手 珊瑚一把蹄捏起了他 但却被江诺命令着放下了 你想和我说话 江诺问 从身材来看 这是个女人 她的眼珠和舌头都已经消失不见 这让她想起那碰过生发精油的红发女人 她们身上的血肉都被当成养分吸收了 两行精泪从对方的眼角处滑落 啊啊 女人已经不能说话 她嘶哑着嗓音点了点头 江诺走了过去 并拿出了纸笔放在了她的手上 皮包骨架颤抖着 在纸上试图写着什么 手中的笔掉了数次 江诺都耐心地捡了起来还给了她 不知过去了多久 那皮包骨架手中的笔终于停了下来 啪哒 笔再次掉落 女人也彻底地倒进了垃圾桶 犹如一个被用完并抛弃的空壳 江诺看清了女人所写的内容 请帮我要回宫前还贷 我叫张芳芳 谢 这个是人 我还以为是诡异 可她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邓浩然看了一圈 像这样的垃圾桶还有好几个 很明显这里面的人 就是那些坐在高脚靠背椅上的人 生发精油 他们都被强制使用了生发精油 江诺发现了每一只靠椅上 都绑着一根细长的软管 软管里有液体 黑色产业链 邓浩然也想起了被头发吃掉的林青雅 完美通关 摧毁新潮理发厅 江诺觉得 她找到摧毁新潮理发厅的最强有力的证据了 正如邓浩然所说 这是一处黑色产业链 理发厅利用高薪招聘的小广告 把女人们骗来 他们打着捐赠头发的幌子 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使用生发精油 可这些受害者们却不知道 这种看起来并没有致命损伤的高价交易 其实是最危险的 请你们救救我们吧 上方传来一道声音 一个女人冲着两人大声喊道 要怎么才能救你们呢 邓浩然问 我这里最下面有一个按钮 你们只需要按动按钮 就能把我放下来了 女人连忙说道 邓浩然点了点头 她刚想要上前去 但脚步却停在了半空中 她扭过头去 发现江诺站在原地并没有动 而是看着女人的位置 思考着什么 因为有了前车之鉴 邓浩然还是决定先看看再说 看来你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傻 江诺原本以为邓浩然又会越过思考 直接冲上前去 邓浩然忍不住一阵心塞 所以她在江诺心中到底是有多傻 她有问题 邓浩然很快便将那股郁闷抛之脑后 她只好奇江诺到底在怀疑什么 江诺指了指刚才的那只垃圾桶 刚刚的张芳芳 手上的标签号是13 而她也坐在13号上面 江诺说道 邓浩然顿时恍然大悟 每一个高脚靠以上都有编号 而13号出现了两个人 刚刚他们听到的尖叫声 有可能也是张芳芳的 两人的谈话声音 并没有传到上方女人的耳中 她仍然在喊道 怎么回事啊你们 快点放我下来呀 你们不是来救人的吗 女人的脸被长长的头发盖住 几乎看不出来面貌 江诺一笑而道 谁说我们是来救人的 她的确目的不是救人 你们 求你们救救我吧 只要按下那个按钮 我知道出口 等我下来之后会带你们出去的 女人又央求道 你怎么会知道 我们是来找出口的 江诺只三言两语 便挑出了女人话中的问题 一旁的邓浩然更是后怕不已 他们是突然闯入 并没有说是在找迷宫出口 上面那个女人 分明就是有问题 以前也有一些人找到过这里 他们自以为发现了真相 自以为是就是主 结果呢 不还是一样被我反杀 女人大笑了两声 拖拉在地上的树米长发 忽然朝两人的方向袭来 珊瑚瞬间迎了上去 而女人也露出了真面目 果然是你 江诺冷笑着望着上方的实习小妹 她之前怀疑过 洗头房里的几个实习小妹有问题 毕竟林青雅手中的护发精油 就是从洗头房里拿出来的 但她没想到 正是每天都会为她的顾客洗发的刘桃 我说过 你的头发很漂亮 我还以为 你会早一点找到这里呢 刘桃似乎完全不惧怕一般 居高临下地望着江诺 你这么有信心能困住我 江诺看了一眼珊瑚那边 黑发变化莫测 时而是锋利的尖刺 时而是柔软的飘带 珊瑚不惧疼痛和束缚 能轻而易举地击碎任何袭来的物体 可问题在于 那黑发仍然在源源不断的增长 不仅如此 房间内其他长发也都开始慢慢蠕动了起来 当然 不然你们以为 店长为什么会放你们进来这里 没人能从这里出去 今天你们只会变成这里的营养罢了 刘桃说罢 又操控了几粗长发 长发如长边一样 朝两人狠狠甩来 珊瑚 江诺说罢 珊瑚已经迅速闪到了她的面前 而她则从安全屋里拿出了两只打火机 并将其中一只扔向邓浩然 邓浩然很快会议 两人在躲避途中点燃了地面上的黑发 火势瞬间燃起 啊 刘桃发出了尖锐的嘶吼声 那是我辛苦养出来的头发 是我辛苦养好的东西 你们住手 尖叫声响彻房间 看来有效果 邓浩然听罢 手中的打火机烧得更欢了 只要能点折的地方 都被她留下了火苗 哄 小火苗渐渐变大 房间里的不少长发都不能幸免于难 甚至有几粗长发开始慢慢向后退去 似乎是在观望时机 江诺美感掉以轻心 那些长发还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长着 再这样下去 先烧死的会是他们 必须要有什么办法 抑制住那些头发的生长才行 要不然我们先去剪断那些软管 邓浩然指着那些通往上方的透明软管说道 软管里面的液体应该就是护发精油 不见得有用 护发精油的用量并不多 就算是现在中指 这些头发也一定会一直长到 将那些女人的血肉都吸光为止 不过邓浩然的话也提醒了江诺 他顺着软管望去 发现了一个连接着所有软管的玻璃器皿 护发精油的香味就是从那器皿内转出来的 里面就是护发精油 或许我可以试试 江诺快速跑到那玻璃器皿旁 随后打开了上方的玻璃盖 你要干什么 邓浩然诧异地看着江诺拿出了两罐 让他觉得有些眼熟的东西 那不是男顾客送给江诺的去污粉吗 去污粉的罐子上写着 强力去污不留痕 可去除一切肮脏 我一直在思考 这上面的广告语会不会也是规则 不过现在事实就知道了 江诺露出一抹笑容 将两罐去污粉全都倒进了玻璃器皿中 不远处传来的流淘的惊呼声 让江诺更加确定 这去污粉一定有用 果不其然 原本朝他们袭击而来的长发 很快就停在了半空中 确切地来说不是停在半空中 而是那些长发不能肆意生长了 去污粉能去除一切肮脏 这里又何尝不是肮脏之物 宋桥那么讨厌这去污粉 应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珊瑚 去剪掉所有多余的长发 江诺命令道 是 主人 只见珊瑚速度快如闪电 一瞬间便来到了高脚椅下方 锋利的指甲轻轻一掐 长发便应声而断 就算你毁了这里又何妨 反正你们到死都出不去 出不去的 刘桃一脸可惜地 看着那些落在地上的长发 眼中的黑衣更加明显了 没有了长发作为攻击武器 他也顿时束手无策起来 正当他想要趁珊瑚分神 想要迅速离开之际 一道身影忽然从门外闯入 掐住了他的脖梗 和邓浩然的男怪人 想不到他竟然会攻击刘桃 你这个臭婆娘 骗我彩礼还给我戴绿帽子 看我不扒了你的臭皮囊 男怪人双眼心红 眼中的黑衣抖线 一口咬住了刘桃 本来我也不知道 但我想他应该是失踪了的张滨海 江诺也是听了他的话 之后才做此判断 刘桃就是张滨海的结婚对象 可刘桃却在婚前 遗情别练了金红财 两人合伙骗走了张滨海准备的彩礼 这才让张滨海生出如此恨意 主人他已经变成了诡异 珊瑚抬起尖利的指头 指向那男怪人说道 嗯 看来我们可以打电话了 江诺拿出手机 尝试着拨通了规则中的电话号码 如果发现失踪线索 请联系以下报警电话 3883439 但我们现在还在这里面 根本没办法出去啊 邓浩然松了一口气的同时 也说道 没办法走出去 但可以让别人来找我们 江诺说完 电话已经接通了 张滨海 我根本就看不上你 刘桃是诡异 即便被咬破喉咙 也不会轻易死掉 两人很快就扭打在了一起 而江诺手中的电话那头 已经传来一道陌生的女生 您所反馈的线索 已经被我记录 稍后会有相关工作人员 上门调查 稍后需要大概多久 江诺看着 在互相撕咬的两人问道 他没有猜错 难怪人就是张滨海 现在就等警员上门来调查了 最近有很多市民 反映了多条线索 我们的工作人员 都已经派出去了 需要等到新的工作人员 回来后才可以 对方的态度 很是漫不经心 江诺也并未表现出焦急之意 而是诱到 哦 是吗 如果你们实在不能及时赶到 那我就只有找别人了 我想市里的各个报社 应该会对我说的事 都非常感兴趣 江诺记得 在去乌粉的宣传单上 还有一家报社的联系电话 请您先稍安勿躁 我将立刻将您提供的线索上报 十分钟后 就会有警员到达现场 听完江诺的话 对方的反应瞬间改变 好 我只等十分钟 江诺勾起唇角 果然不论在什么地方 这一招都是有用的 成了 邓浩然忍住下欢呼的 冲动问道 他们马上就要通关了 变数太多 还不确定 江诺边说边发信息 给了还在外面的于全安 并告知了他们现在的大致情况 于全安很快就回复了信息 江诺这才稍稍放心下来 只要有于全安在外面做接应 他们就能更快找出出口 不远处 张滨海与刘桃 一直在互相纠缠之中 刚开始是张滨海占了上风 但是现在看起来 刘桃已经快要反扼住对方了 珊瑚 上去稍微帮下忙吧 江诺说道 他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张滨海 被对方吞噬 是 主人 珊瑚应下 十分钟之后 于全安发了信息 警员已经到了 三男一女 宋巧和金红才已经被控制起来了 应该很快就能把你们找出来 太好了 邓浩然看到信息后终于欢呼起来 然而江诺此时又拨通了另外一通电话 那是报社的电话 邓浩然不禁疑惑 警员不是已经来了吗 你怎么还 江诺摇摇头道 单单是警员 还不够 电视新闻里 每天都在播报失踪女性的信息 可他们已经在这里许多日 并没有警员上门调查这件事 也没有任何一条规则提到那些失踪女性 就像那些离奇的都市怪谈 没有一件怪谈被公平公正的解决过 完美通关 摧毁新潮理发厅 这条通关规则充满了个人情绪 是愤怒的 忍无可忍的 江诺担心 即便是警员到了 也无法真正的摧毁新潮理发厅 真正的毁灭 是社会性的抹杀 也是让人闻之声味 不敢再触碰的禁区 报社的人只听了大概 就连忙硬了下来 女士别慌 我们三分钟后就赶到 只要是独家新闻 您可以让我们记者做任何事 好 我会提供所有信息给你们 江诺对对方说道 珊瑚早已将流桃降服 他满脸嫌弃地提着 被传成了球的流桃 张冰海每朝流桃扑来一下 他便滴溜着流桃 换到了另外一只手上 而张冰海满眼愤怒 即便每次都咬不到流桃 也仍然欺而不舍地扑咬着 还记得我吗 你是张冰海 对吗 江诺和邓浩然走了过来 听到江诺的声音后 张冰海明显地将一将 我是张冰海 我可不记得你们 快点把这小婊子给我 我要将他扒皮抽筋 张冰海喊道 暂时还不能把他交给你 江诺说道 为什么 刚刚要不是我 他早就跑了 我看你也是存心欺负我 你们女人没有一个好人 张冰海这下连眼眶都红了 怎么还委屈上了 江诺有些无语 但还是劝说道 他跑不了 因为他所害的 不仅仅只有你 他应该得到所有的惩罚 现在外面的警员已经到达 如果我是你 会去找到出口 让他尽快得到惩罚 张冰海显然听进去了 但他很快露出了一抹怪异的笑容 你们出不去的 金红才他们 刚刚已经封闭了所有出口 这里根本是无解的 结结结 谁也找不到你们 谁也找不到你们 你说什么 封闭了所有出口 出口怎么可能被封闭住 邓昊然不相信地问 这是有可能的 江诺却说道 如果我们是人证 这里就是物证 如果人证和物证都无法被找到 那么只有一种后果 理发厅会被无罪释放 这件事将成为悬案 正说着 于全安已经打来电话 江诺 你们到底在哪里 为什么警员检查了所有房间 都没有你们的影子 他的语气交集 电话里还传出 送巧辩解的声音 警官们 我们真的不知道 张冰海去哪里了 那两位助理 早上和店里发生了些口角 他们只是为了栽赃陷害罢了 不 警官 我的朋友们还被困在这里 他们也在寻找出口 请你们再找一遍可以吗 这是于全安 焦急恳求的声音 可是 我们已经把所有地方都检查完了 一个警员说道 语气中满是无奈 警官 抓人要有证据 你们要是找不到证据 可得把我们放了呀 我们店铺还要营业呢 金红财的话 已经让在场的警民警员 犹豫了起来 江诺已经听出了事情的不妙 他欲将现场所拍到的照片 发给于全安 却怎么也发不出去 每一次按下发送 照片就会自动消失不见 这是副本的屏蔽机制 听着 你告诉他们 我们找到了张滨海本人 报社的人已经赶到 只要能再等待四个小时 我会直接把张滨海 交给各位警员们 江诺已经和于全安 合对了一遍时间 迷宫外的时间流速 果然比较快 再过四个多小时 就到了他们每日 九点的打卡时间 而他们需要警员 牵制住宋巧和金红财 外面的人找不到他们 他们就得继续自行寻找出口 也就是说 必须要在九点之前走出这里 四个小时 几名警员也听到了江诺的话 其中一名队长模样的警员道 我们会在外面尽全力寻找 并接应你们 请你们注意安全 于全安悬着的心 这才稍微放心下来 如果江诺两人失败 带这些警员走后 他一定死定了 因此他无比虔诚地祈祷着 江诺能快点走出来 要不然我们往回走 邓浩然问 既然江诺是利用右手法则走进来的 只要他们在原路道回去 说不定就能找到江诺进来时的入口了 没用 外面的人已经将2030翻了个底朝天了 江诺不打算原路返回 他沉思了起来 即便是用跑的 他们的时间也根本不够用 看着只对刘桃虎视眈眈的张宾海 江诺干脆让珊瑚卸了刘桃一只胳膊扔给了张宾海 张宾海立刻抱着那只胳膊往口里塞着 你以前之所以没有找到刘桃 是因为你进不来这里 对吗 江诺问道 张宾海恨透了刘桃合金红彩 他白天躲进迷宫之中 夜里出来伪装成他人来敲门寻找 那么张宾海在迷宫之中 为何还找不到刘桃两人呢 最大的可能是因为宋桃催眠了他 他根本不知道这里还有这么一个巨大的黑色产业链 被卸了胳膊的刘桃拼命地挣扎着 张宾海只觉得无比痛快 他欣赏着刘桃的痛苦和无助 终于回答道 没错 进不来 看不到 我根本不知道这里 否则这小婊子早就被我给掐死了 那你怎么又突然能进来了 邓浩然问 恐怕是因为宋桃的催眠效果失效了 江诺回答道 在你们喊出刘桃名字的那一刻 我就知道我终于能报仇了 终于能报仇了 结结结结 张宾海大笑着 刘桃这个名字 就是解除他催眠状态的关键钥匙 既然如此 那么就简单多了 这里一定有出口 江诺勾唇笑道 出口 这间房间里有出口 邓浩然又是震惊又是不解 江诺是怎么判断出来的 就因为他看不到这里 刘桃和金鸿才不必通过迷宫进入 他们只需要直接进来这里 张宾海就永远找不到他们 江诺边说边四处打量着这个巨大的房间 或者也可以说 刚才他们走过的迷宫 只是保护这里的障眼法而已 外面的警员找了又找 也找不到他们口中的二龙迷宫 因为迷宫根本不在二楼 这个巨大的房间也不在二楼 外面的人都找错了地方 天 那我们究竟在哪里 邓浩然也开始翻找起来 他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珊瑚 这个房间里香味最淡的地方在哪里 江诺说话的时候 已经抬头望向了上方 珊瑚秀了秀 指着房顶的方向到香味最淡的地方 在上面 房间四周的墙壁洁白如新 房顶上除了惨白的白痴灯以外空无一物 角落里静静地摆放着一只可移动金属梯 梯子的高度只有房间的一半之高 只要注意到这一点 就觉得那金属体无比突兀 甚至与这里格格不入 于是江诺顺着金属梯爬了上去 珊瑚在下面抬头望着 似乎在准备第一时间接住摔下来的江诺 梯子很稳 江诺很快爬了上去 有 但是很小 江诺疑惑地望着眼前那白色的格子 这里和墙壁的颜色一样都是纯白色 从下面看根本发现不了什么 但只要凑近看便能发现 这里有一个周围有缝隙的四方形格子 扣扣扣 他用手指敲了敲 果然发现这里是中空的 四方形的格子很小 仅有巴掌大小 却能被打开 江诺看不到格子里的情况 珊瑚则直接踩着垂直的墙壁爬了上来 并判断里面没有危险 于是江诺这才将手伸了进去 里面空空如也 有些失望 但随后他摸到的东西却让他睁大了眼睛 这里难道是 我知道了 江诺立刻拿出手机 拨通了于全安的电话 而在理发厅里 于全安仍然在焦急地寻找着 警员们大多已经放弃 只因为门外还围着报社的人 才只好继续留下 如果不是因为江诺一定叫上了报社的人 于全安甚至怀疑自己已经被吃了 当江诺的电话响起 周围的数道目光都向他投来 包括宋巧和金鸿才两人那嘲笑的眼神 听着江诺的声音 于全安的神情逐渐变了疑惑 什么 储物柜 他没有忽略金鸿才眼中那一闪而过的慌乱 也正是因为金鸿才的表现 于全安立刻对一众警员喊道 他们在储物柜下面 你说的储物柜 是理发厅大厅的储物柜 邓昊然还是不可置信地问道 整个潮流理发厅里 也就只有那么一个储物柜 对 不会有错 储物柜里有一个储物格是损坏的 这是上面插着的废弃钥匙 江诺打开手掌 里面赫然躺一把生锈的钥匙 这是他刚刚拔下来的 和他当初看到的一模一样 储物柜里或许有其他开关或者是机关 但是他没有太多时间在寻找了 完全可以交给外面的警员 一阵石板被移开的轰隆声从上方传来 当看到于全安那张震惊又惊喜的脸之后 邓昊然不禁热泪盈眶起来 出口被江诺找到了 隔壁是一家倒闭的心理咨询室 没想到他下面还和这里连通着 警员队长的脸上也写满了诧异 原来他们都找错地方了 张冰海交给你们 感谢你们肯相信我 江诺对几人笑着说道 不客气 不过现在显然还牵扯出了另外一个案子 你能跟我们回警局一趟吗 队长看着下方那诡异的一幕 却面无表情地问道 那恐怕暂时不行 江诺低头发完信息后摇了摇头 为什么 一名女警员问 因为我暂时不能离开这里 除了你们 我还要感谢他们 江诺指着几个破门而入的记者笑着说道 不仅仅只有警员 报社也一直在理发厅外配合着他 即便是半夜时分 报社依旧快速调来了所有员工围在了理发厅外 他们是他最后的筹码 他会将调查到的真相全部交给报社 美光灯在混乱的理发厅里四处亮起 一群记者兴奋地冲到了最前面 在一首新闻面前 没人能制止这些记者们冲锋陷阵 现场的情况不过片刻 便已经出现在了手机新闻和各直播间里 你已经说好不会叫报社来的 你应该和我们回警局接受调查 几名警员的脸色都不太好看 面对警员们的目光 姜诺并未觉得有丝毫歉疚 你们是不是没明白 对于张滨海的事 我不会透露丝毫 可现在这下面的情况 和我所提供的线索并非是同一件事 你们来 只是为了寻找张滨海 不是吗 一番话让几名警员面面相去 姜诺又笑了笑 但是这件事还是多亏了你们 放心 这里的功劳都是你们的 报社只是为了曝光一首新闻 并不会参与前后调查 而他只是为了彻底摧毁理发厅 真正要着手管这件事的 还是当地警局 你应该言而有信 我们也会说话算话 我们将会为你颁发热心市民讲 听完姜诺的话之后 那名女警员铁青的脸色 这才恢复 报社采访了姜诺 姜诺挑着简直说清楚了 关于新潮理发厅的黑色产业链 警车和救护车都来到了现场 姜诺将最终解救出他们的人 归功于几名警员身上 我希望每个女性都能爱护自己 高额诱惑里隐藏着陷阱 还有 我希望理发厅在关门大集前 能够给其他员工最合理的赔偿 正义会迟到 但不会缺席 天色已经微亮 姜诺的话 很快就上了各种媒体的头条 邓浩然和于全安 在理发厅里 看得目瞪口呆 他们竟然在副本里面上了头条 这个副本 还蛮真实的 真是不知道 怎么才算是摧毁理发厅 邓浩然说道 假发的黑色产业链已经曝光 那些被禁锢在这里的女人 有一部分还活着 警局已经封锁了地下 伤员和死者 也都已经全都被带走了 无所谓了 你于哥我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一刻 这么轻松过 于全安坐在理发厅的靠椅上 舒舒服服地说道 在警员带走张冰海之后 他们身旁就出现了 优秀通关的通道 只是他们 还是像姜诺一样 选择了暂时不出去 这里的危机已经解除 就算是最终没有达成完美通关 他们还能靠普通通关 在这里安然无恙地度过十天 毕竟就算是早早地出去了 也只是尽早被送进 下一个副本里而已 我们都拿到了赔偿 背着背包走了过来 宋巧三人被带走 剩余的人都已经被证实为不知情者 江诺为他们争取到了不少补偿金 这对他们来说是意外之喜 江诺点了点头 又见几名收拾好行李的发型师 和洗头小妹都走来道谢 不用客气 大家同事一场 祝大家今后前程似锦 江诺说道 理发厅里渐渐地空荡荡起来 最后一个走的 是总监 张芳芳是我妹妹 谢谢你们替我找到了她 总监的怀里抱着一具轻飘飘的骨架 那骨架正是被扔进了垃圾桶的张芳芳 在总监说傲话后 那具骨架的上下恶动了动 像是在说谢谢 而总监的表情已经褪去了冷淡 满脸温柔地看着怀中的妹妹 不客气 很高兴看到你们兄妹团圆 江诺不知是该难过还是欣慰 但她还是笑着祝福道 完美通关摧毁新潮理发厅 这则带着强烈情绪的规则 或许是和总监有关的 总监走后 整个新潮理发厅里已经再无一人 墙壁开始军裂 渐渐爬满了曲折的纹路 白色的通道出现在了三人面前 理发厅被彻底摧毁了 邓昊然无比激动 我们竟然是完美通关 我也是第一次 于全安有些哽咽 江诺已经带着珊瑚静止走了出去 三星副本的完美通关 也有道具奖励 三人都分别得到了三张五日休息卡 邓昊然抱着休息卡亲了又亲 她走到江诺面前道 这次真的谢谢你 跟着你 我学会了很多 她想她今后一定会慢慢适应各个副本的 嗯 江诺只是对两人笑了笑 带着珊瑚转身走进了迷雾之中 她似乎又被传送到了郊外 这里像是她从没有来过的地方 不过有珊瑚在身边 她并不担心迷路 主人 你又忘了 珊瑚走到了江诺面前 伸出了大掌 这副样子让江诺想起了网络上那张拿来的表情包 她忍住笑意 拿出了八千明币放在了珊瑚手上 多谢关照 江诺说道 珊瑚收起明币 很快就带着江诺回到了庄园里 江诺在新潮理发厅里一宿没睡 于是拿出安全屋后 就立刻补了一脚 在醒来时 已经是晚上 主人 有朋友找 门外 传来了珊瑚的声音 知道了 江诺不知是谁来找她 但应该是认识的人 如果是几个诡异不认识的人 他们断然不会放对方来庄园的 她在清晨回来的时候 十三两几人 早已经从洛阳城回来了 据说这次所售卖的商品 只用了两天就全部卖空了 江诺打开门 门外 靠坐在阶梯上的 竟然是许久不见的张楚月 她靠在墙边睡得正香 口水仍然挂在嘴角 珊瑚伸出一只手指 随意戳了戳 张楚月顿时像一只受惊了的鸟一样 跳了起来 待看清眼前的人是江诺 她才捂着胸口放松了下来 你来找我 有事 江诺将张楚月 请进了安全屋 有 你想听好事 还是想听坏事 张楚月一进入咖啡屋 瞬间觉得四肢百孩都舒服了 好事 江诺为张楚月 倒了一杯果汁 张楚月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 就像是许久没有喝过水的人一样 你知道吗 洛阳城成立了婚姻登记处 听说只要是在登记处 登记了结婚的男女 以后就能同闯一个副本了 他的眼中满是兴奋 那坏事呢 江诺坐下来笑问 这件事他在那本书里也看到过 叶凯安和苏曼雪 从一开始就已经登记过了 坏事就是 我觉得你能不能和我登记一次啊 张楚月极没有底气地试探到 不能 江诺果断拒绝 他不会去婚姻登记处登记 因为他不想要和任何人捆绑在一起 我就知道 张楚月善善一笑 江诺拒绝得干脆 他反而松了一口气 其实我也没有别的意思 我很有自知之明的 张楚月边说边拿起水壶 又为自己倒了一杯水 看出来了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 如果只是为了闯复本 登记婚姻什么的 根本没有必要 江诺表示道 诡异世界受规则约束 婚姻登记又何尝不是一种约束 他已经有诡异了 根本没有必要再与别人捆绑 对对对 你说的都对 其实我就是想和你一起闯闯关 没有你在 我都是狗刀通关的 没有一点乐趣 张楚月面露忧伤 他边喝水边说道 每每想起和江诺一起的花园百货大楼 他都会忍不住觉得刺激 这一次 他也是刚刚从一个副本里出来 直接奔成交外来了 没想到 恰好遇到江诺在这里 你好像很渴 江诺又断来了一壶水 张楚月舔了舔唇 又咕嘟咕嘟的喝了起来 知道我上一个副本是什么吗 是沙漠 好家伙 我都几天没喝水了 大概是沙漠副本的副作用 张楚月看到水就不自觉地觉得口渴 今晚让你免费住在这里 给我讲讲沙漠副本 江诺一听 顿时来了兴趣 当然 他也不介意分享自己的经验 恰好此时两人都饿了 江诺转身的功夫 便端出来了几盘小菜和低度裹酒 张楚月盯着江诺端出来的食物 已经一不开眼 两人一直聊到深夜 我听林怀说 其实不用婚姻登记 只要两个人距离足够近 就有很高的概率进入同一个副本 张楚月决定 大楼的时候 张楚月是通过了朋友测试的人 副本里多一个可靠的队友 会方便很多 只是两人都万万没有想到 他们第二日才刚坐上了十三辆的车 准备出发洛阳城 便在途中被传送到了下一个副本 等级完 下集预告 纺织公寓